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读时光》 为您分享汪曾祺的作品 《如意楼和德意楼》 扬州人早上皮包水,上茶馆 晚上水包皮,上澡堂子 扬巴鼠,扬州所属巴县,莫不如此 我们那个小县城就有不少茶楼 朱家巷是一条不很长,也不很宽的巷子 巷口就有两家茶馆 一家叫如意楼,一家叫德意楼 两家茶馆斜对门 如意楼坐西朝东,德意楼坐东朝西 两家离得很近 下雨天,从这家到那家 三步就能跳过去 两家的楼上的茶客可以平窗说话 不用大声,便能听得清清楚楚 如要隔楼进烟 把烟盒轻轻一丢 对面便能接住 如意楼的老板姓胡 人称胡老板或胡老二 得意楼的老板姓吴 人称吴老板或吴老二 上茶馆并不是专为喝茶 茶当然是要喝的 但主要是去吃点心 所以上茶馆又称吃早茶 明天我请你吃早茶 我的动,我的动 我先说的,我先说的 茶馆又是人们交际应酬的场所 白酒请客过于隆重 吃早茶则较为简便 所非不多 朋友小聚 店铺与行客洽谈生意 大都是上茶馆 江货也有为了房地纠纷 到茶馆来说事的 有人居中调停 两下拉拢 有人仗义直言 明辨是非 有点类似江南的吃蒋茶 上茶馆是我们那一代人 生活里的重要项目 一个月里总要上几次茶馆 有人甚至是每天上茶馆的 熟食的茶馆里 有他的场座 和单独给他预备的茶壶 扬州一带的点心是很讲究的 是称川菜扬点 我们那个县里茶馆的点心 不如扬州复春那样的齐全 但是屏幕也不少 既有包子 这是主要的 包子是肉馅的 到了秋天 螃蟹下来的时候 则在包子嘴上加一座蟹肉 为之夹蟹 我们那里的包子是不收口的 捏了褶子 留一个小圆洞 可以看到里面的馅 夹蟹包子每一个的口上 都可以看到一块通红的蟹黄 油汪汪的 都引人们的食欲 野鸭匪状时 有几家大茶馆 卖野鸭馅的包子 一般茶馆没有 如意楼和得意楼都未卖过 蒸饺 皮极薄 皮里一包汤汁 吃蒸饺需先咬破一小口 将汤汁吸去 稀释要小心 否则烫嘴 蒸饺也是肉馅 也可以加笋 加切成米粒大的冬笋细末 则需于正价之外 另加损钱 烧麦 烧麦通常是糯米肉末为馅 别有一种青糖菜少买 难以青菜煮至稀烂 菜叶菜梗都已融化 略无渣子 少加一点盐 加大量的白糖猪油 搅成糊状 用为馅 这种烧麦蒸熟后 皮子是透明的 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碧绿的馅 固有未知翡翠烧麦 千层油膏 糖油蝴蝶花卷 风糖膏 开花馒头 在点心没有上桌之前 先喝茶 吃干丝 我们那里茶馆里 吃点心 都是现药 现包 现蒸 现吃 龙是小龙 一龙蒸16只 不向北方 用大龙 蒸出一涕 拾在盘子里 因此 要了点心 得等一会儿 喝茶 吃干丝的时候 也是聊天 也是聊天的时候 干丝是扬州 镇江一带 特有的东西 压得很紧的方块豆腐干 用块刀 用块刀 披成薄片 再切为细丝 即为干丝 根丝有两种 一种是烫干丝 根丝在开水里烫后 加上好秋油 小末麻油 金钩虾米 姜丝 青蒜末 上桌一半 香气四溢 一种是煮干丝 乃以鸡汤煮成 加虾米火腿 煮干丝较俗 不如烫干丝清爽 吃干丝必须喝浓茶 吃一块干丝 下一口茶 这样才能各有余味 相得益彰 有爱喝酒的 也能就干丝喝酒 早晨喝酒一醉 常言说 莫印卯食酒 昏昏直至有 但是我们那里 爱喝卯酒的人不少 这样喝茶 吃干丝 吃点心 一顿早茶 要吃两个来小时 我们那里的人 过去的生活 真是够悠闲的 1981年 我回乡一次 吃早茶的风气还有 但大家吃起来 都是匆匆忙忙的了 恐怕原来的生活节奏 也是需要变一变 如意楼的生意很好 一大清早 小徒弟就把铺板卸了 把两口炉灶升起来 一口烧开水 一口蒸包子 巷口就弥漫了 带硫磺味道的煤烟 一个师傅剁馅 茶馆里 剁馅都是在一个高齐人凶的 粗大的木墩上剁 师傅站在一个方木块上 两手各执一把后背的大刀 抡起胳膊 乒乒乓乓地剁 一个师傅就一张方桌扁 切干丝 另外三个师傅揉面 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 包子皮有没有咬劲 全在揉 他们都很紧张 很专注 很卖力气 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如意楼的胡二老板 又三十五六了 他是个矮胖子 生得无短 但是很精神 双眼皮 大眼睛 满面红光 一头乌黑的短头发 他是个很勤勉的人 每天早起 店门才开 他几道店 各处巡视 尝尝肉馅咸淡 切开揉好的面 看看蜂窝眼的大小 我们那里包包子的面 不能发得太大 不像北方的包子 过于喧腾 被发得直起小孔 为之小酵面 这样才筋道 而且不会把汤汁 渗进包子皮 然后切下一小块面 在烧红的火叉上烙一烙 闻闻面香 看对茧 对得合适不合适 其实师傅们 调馅对茧 都已很有经验 准保咸淡适中 酸减合度 不会有茶 但是胡老二 还是每天要厌识一下 方才放心 然后 就坐下来和师傅们 一同擀皮子 刮馅 包包子 烧卖 蒸饺 他是学过这行手艺的 是城里最大的茶馆 小鹏来出身 茶馆的案子 都是比较矮的 他一坐下 就好像短了半截 如意楼坐点心的 有三个人 连胡老二自己 拱四个 胡二老板 坐在靠外的一张 矮板凳上 为的是有熟客来时 好欠起屁股来 打个招呼 您来了 您请楼上坐 客人点点头 就一步一步 登上了楼梯 胡老二在东街 不算是财主 他自己 总是很谦虚地说 他的买卖 本小立威 经不起风雨 他和开布店的 开药店的 开匠员的 开南货店的 开棉洗店的 自然不能相比 他既是财东 又是要手艺的 他穿短衣时多 很少有穿了长衫 摇着扇子 从街上走的时候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手里很足矢 这些年正走望子 屋里有金银 外面有等秤 他一天卖了 多少笼包子 下多少本 看多少利 本街的人 是算得出来的 如意楼这块招牌不大 但是很亮堂 招牌下面 去着一个红布条 迎崩挑摆 相信之下 对面的得意楼 就显得颇为暗淡 如意楼高棚满座 得意楼查客不多 上得意楼的 都是上城玩凉的 小乡绅 住在五湖居客栈 外地人 本街的查客少 有些是上了如意楼 楼上一看 没有空坐 才改主意 上对面的 其实两家 卖的东西差不多 但是大家都爱上 如意楼 不爱上得意楼 这真是 没有办法的事 得意楼的老板 吴老二 有四十多了 是个细高条 梳眉细眼 他自己 不会做点心的手艺 整天只是坐在帐桌边写帐 其实茶馆是没有多少帐好写的 见有人来 逼起身为礼 楼上请 然后扬声吆喝 上来几位 这是招呼楼上的跑堂的 他倒是穿长衫的 帐桌上放着一包 哈德门香烟 不时点火抽一根 猝着眉头想心事 得意楼年年亏本 混不下去了 吴老二只好改弦更张 另辟蹊径 他把原来做包点的师傅辞了 请了一个厨子 茶馆给酒馆 酒店新开 不换招牌 还叫做得意楼 开张三天 半卖半送 鸡鸭鱼肉 煎炒烹炸 面饭两遍 气象一新 同街店铺送老大红对子 道喜 见来尝心地络绎不绝 颇为热闹 过了不到二十天 就又冷落下来了 门前的桌案上 摆了几盘尖熟络的鱼 看样子都不怎么新鲜 灶上的铁钩上挂了两只鸡 颜色灰白 沙厨里的猪肝 腰子 全都撇塌塌地摊在盘子里 五老二脱去了长衫 穿了短袄 借了一条白布围裙 从老板降格成跑堂的了 他肩上搭了一条抹布 围裙的腰里 别了一把筷子 这不知是一种什么规矩 酒馆的跑堂的 要把筷子别在腰里 这种规矩 别处似少见 他脚上有脚垫 又是舵指 脚趾头落着 走路不利索 他就这样 一拐一拧地招呼做客 面色黄白 两眼无神 好像害了一种 什么不易治疗的慢性病 得一楼酒馆 看来又要开不下去 一接的人都预言 用不了多久 就会关张的 五老二促着眉头想 我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他不知道 他的买卖开不好 原因就是他的精神萎靡 他老是这么拖拖踏踏 没精打采 吃茶吃饭的顾客 一看见他的呆滞的目光 就倒了胃口了 一个人要兴旺发达 得有那么一点精气神 文章已经分享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您点击关注 以便收听更多好文章 我们下期见